哇,你怎么玩的这么厉害 难道你用的是 Hello,大家好,我是给强 年初的2月份 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过外星人M15R7的首发测试 不过当时嘛 由于配置是i7-12700H叫RTX3060 所以不少小伙伴就留言说 哦,你这样的配置 玩起永结无间来都不是特别爽 哦,不爽是吧 所以今天嘛 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 拥有i9-12900HK加RTX3080Ti的外星人X17R2 除了能让你把游戏玩到爽之外 还能获得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那么下面就为大家一一揭晓 开头呢还是简单聊一聊外观 其他外星人的笔记本一直都是极具家族气息的 拥有着独特未来主义极简美学的预言设计 只要看过就一定知道它的来历 而此次外星人X17R整机长399.23mm 宽299.57mm 高21.4mm 净重3.09cm 算是期间类游戏本中鲜薄和质感并存的一款 接口的话 外星人X17R依旧是采用了全接口设计 但大多是位于了机身的后尾部 同时其他搭载了Cherry MX-X型OE式机械键盘 1.8mm的长键程 0.8mm的触发键程 让按键有了清脆又利落的手感 键盘呢同样也是可以自定义的单键RGB灯效 但作为专业级的游戏本 外星人X17R是搭载了一块UHD高刷沉浸屏的 拥有3840×2160的4K分辨率 以及120Hz的高刷 而在散热方面 拆开笔记本后可以发现 外星人X17R搭载的是独家Cryotech超级散热架构 拥有全面升级的4风扇加4排气口加4热管设计 其中的CPU部分还添加了独特的加规液晶化和舞蹈二层 其实这样的散热配置能为整机带来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待会一侧便知 下面也想来看看大家最有关心的整机配置 首先至于CPU方面 其实搭载了目前移动端顶级的12代Corey i9-12900HK处理器 采用了最新的Intel 7制程工艺 并拥有了全新的异构设计 由6个P核和8个E核构成 共计14核心20线程 同时也具备了24M的智能缓存 然而其的最高锐频达到了5.0G赫兹 最大功耗也来到了115W 如果要与目前的桌面CPU想比较的话 这颗i9-12900HK的规格 已经来到了桌面级i7-12700K的同等水平 正所谓异构核多风神修罗 接着是显卡方面 外星人X17R搭载的是NVIDIA GeForce RTX 3080T移动显卡 拥有96组光山单元和7424个库大核心 并配备了16GB位宽为256bit的GDDR6显存 功耗可达175W 而为了使其性能满血释放 外星人X17R也配备了独显输出模式 并拥有一个19.5V 16.92A的电源适配器 理论上可以支持330W的全功力输出 但重量却来到了850克 相比上一代减轻了约24% 至于存储方面 外星人X17R配备了双通道的64GBDDR5内存 频率为4800MHz 而通过实测来看 此时内存的读写速度分别为56420MHz和53224MHz 延迟为99.5Nm 表现算是DDR5内存中的一般水平 而硬盘方面则是选取了NVMe协议的PCIe 4.0固态 具体型号为SN8101GB 实测读取速度为6919MHz 写入速度为5088MHz 你就说在笔记本里强不强吧 说了这么多 那这台性能怪兽究竟有多强呢 下面就让我给大家演示一番 首先是针对于i912900HK的单考测试 单考FPU20分钟后 CPU的温度维持在了100度 其中的P和频率为3.9GHz 一核频率为2.9GHz CPU封装功耗113W 平均功耗103W 而后的单考GPU RTX3080Ti平均温度为69度 平均频率为1220MHz 功耗为165W 接着是针对于CPU和GPU的双考测试 用FreeMark以及AIDA64 通过20分钟的双考 GPU的温度大致处在了68度 CPU的温度大致处在了67度 同时整体功耗为31W加165W 总计196W 然后是真正于CPU的具体性能测试 在CityBench R20的测试中 Intel的极客i9-12900HK 多核得分为6320CB 单核得分为641CB 相比上一代i9-11900H 多核性能提升了14% 单核性能提升了6% 而在CityBench R23的测试中 i9-12900HK的多线程得分和单线程得分 分别来到了16458分和1734分 表现十分不错 至于针对显卡性能的CityMark测试 这款RTX3080Ti 在Time Spy中的最终得分为11954分 相比140W的RTX3070 直接提升了18% 相比150W的RTX3070T 提升了9% 那看完了理论性能 最后再来看看运行游戏的实际表现 首先是对于网游方面 在永结无间4K最高特效下 平均帧数已经来到了90帧 算是相当流畅了 但如果你还想获得电竞体验的话 那么可以尝试降一档分辨率 帧数便会达到120帧以上 当然嘛 前段时间永结无间也推出了 《黎原传奇白蛇传》的全新篇章 所以搭配着i9-12900HK和RTX3080Ti来游玩的话 算得上是纵赏丝滑 而在CSGO的4K高特效下 平均帧数也来到了电竞标准的144帧 所以还要啥自行车 估计能打败这个帧数的 也只有后续的40系移动段了 接着是大型的3A游戏 在《荒野大贝克92》的4K全特效中 平均帧数能够达到43帧 而且这款游戏是支持了DLSS技术的 所以打开之后帧数便会来到60帧左右 所以满足畅玩体验 而《古墓丽暗影》的4K高特效下 平均帧数为54帧 同样的 如果还是愿意降低分辨率的话 那帧数也会来到100帧 但面对于《赛博蓬2077》的4K超级特效 即使是目前移动单最强的 RTX3080Ti显卡 其平均帧数也不过是26帧 表现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 不过打开DLSS 或者是适当降低一点特效 那么还是可以维持在60帧以上游玩的 简单结束 作为2022年的重磅力作 外星人X17R 无论是在功能拓展上 还是技能发挥上 其实都是满足了顶级玩家们的需求 要说缺点可能就是高达49999的售价了 但其集合的4K120Hz高刷屏 最顶级的酷睿i9 1290的HK处理器 以及RTX3080Ti显卡 也的确是把顶级旗舰的一个词 得到了完美诠释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测评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我查理课 我是Gate强 我们下期 再见 再见